大家好,我是甲虫老师,狗子Sensei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只重量级甲虫 在视频开始前,各位可以帮忙按下订阅按钮和打开小铃铛 战神大兜虫 战神大兜虫的英文名叫Megasoma Mars Mars的意思就是火星 战神大兜虫的名字由来是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百战不厌的武士,马尔斯 在伊利亚特中,河马把马尔斯说成英雄时代的一名战神 此兜虫后以其名Mars火星来命名 战神大兜虫是一种巨型甲虫产自于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巴西和归亚纳 野生的战神大兜的大小一般是55毫米至140毫米左右 雄性的战神大兜一般是65毫米至140毫米 雌性的战神大兜一般是55毫米至90毫米 雄性战神大兜拥有发达的头角及向左右方平鞋伸出的细长胸脚 有时,会有人把战神大兜和亚克大兜弄错 因为它们长得十分相识 其实分辨战神大兜和亚克大兜很简单 战神大兜的胸脚比亚克大兜的细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辨认胸脚的方法来分辨它们 开始饲养时,刚孵化的一灵虫只比米粒略大 步入二灵虫后成长速度惊人 约过一个月左右就褪皮进入三灵初期 此时是饲养幼虫里最关键的时期 此时几乎每一天增重一刻以上,长势迅速 如果这一段时间没有给予好的饲养环境 后续饲养可能无法弥补 饲养烟两年以后,第一批三灵末期幼虫即将进入永期 永期如无意外不建议过多打扰,让其自然语化即可 如果出现自然勇士坍塌,太小等不良情况 可放入花泥制作的人工勇士中 这样也能方便观察 长虫约出折一个月以后即可开始配对 磁线战神大兜产量可达10到100颗蛋以上 绝对的暴产专业护 是非常容易饲养和繁殖的一种甲虫 战神大兜的性情温顺,容易饲养 身体上有坚硬的黑色光泽翘翅,光滑而不粗糙,非常的帅气 所以深受广大甲虫爱好者青睐的超级甲虫 战神大兜的饲养方法和大部分的兜虫都一样 只需准备电材,通风的容器,食物和确保电材有一定的湿度即可 影片的最后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霸气又温柔的美丽生物 Megasoma Mars吧 Megasoma Mar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